第四十三章 乖,张开嘴 他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顺从地微微张开嘴唇 吴敏君的舌头便一点点深入 像灵巧的舌在陌生的领域来回探索 吴敏君的吻一开始是轻柔的 可逐渐便积累起来 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我全部的神志 我头晕脑胀 吴敏君却慢慢又退了出去 湿热地吻 逐渐向下 最终停在我的脖颈上 缓慢而不容置疑地来回允熄 我咬住嘴唇 这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使我浑身无力 脑袋里一片空白 像被雨水虫刷过的土地 泛着迷蒙的水气 吴敏君的手一点点收紧 我双手无力搭在她胸口上 不对 好软啊 我猛然回过神来 把吴敏君推开 仿佛像是凌空被人泼了冷水一样 原本身上的脏热也冷却下来 我结结巴巴地说 吴 吴敏君 吴敏君不解地歪了歪头 嗯 怎么停了下来 我抓狂 我们 我们不能在这里待下去了 这里肯定有问题 我拉着吴敏君闯出宫外 吴敏君一直想凑过来吻我 我十分费力才不断阻止他 最终我拉着他飞搬到河池边 然后一个抬脚 把吴敏君踹了下去 我也立马跟着跳了下去 现在是冬天 河池之水冰凉入骨 我浑身一震 感觉冰冷的池水中的凉意 像无数细小的虫子一般 钻入我的骨髓里 我哆哆嗦嗦看向吴敏君 却见他整个人 包括头 都泡在水池里 你在干嘛 我已经清醒不少 赶紧把他拉上来 他估计是还迷迷糊糊的 河池明明水不太多 但他就这么软绵绵的 一点点缠下去 没话 吴敏君也似乎清醒了一点 他皱起眉头 左看右看 见自己在水里倒 啊 怎么回事 头 头好痛 我倒 别提了 泡在水里泡了一段时间 我和吴敏君都逐渐冷静下来 慢慢的吴敏君也恢复记忆 面我表情看着我 刚刚 别提 刚刚 叫你别说话 我恼羞成怒 一想到刚刚的情景 便羞得说不出话来 伸手把吴敏君的头再次按进水里 见他所在的位置开始冒泡泡 我才收回手 让他扶起来 吴敏君扶出来以后 还是很淡定的 不得不说 我回想起来 感觉 刚刚 太刺激了 差点用女人的身份 上了自己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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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